各位朋友好 大家看过《山国演义》的 对其中有一段一定印象深刻 这一段就写到 刘备在三顾茅庐的图中 有一次就听到了 一批农夫在田间唱一首歌 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说是 苍天如圆盖大地是棋局 四人风黑白往来争荣辱 荣者之安安 如者定禄禄 南洋有隐居高棉卧不足 刘备一听他说好诗啊 是谁写的 那农民就告诉他 说这个是我们的孔明先生写的 当然了 这首诗到底是不是诸葛亮写的 那我们不知道 我相信应当是文学家 自己的艺术想象 但是这首诗啊 确实是写的相当不错 里面呢 这前面这六句啊 道出了这个专制社会啊 政治斗争的一个现实 非常有概括性 也非常生动形象 就是啊 事事如其 成王败寇 那现在中共啊 实际上也是像一局棋一样 那我们也引用一句啊 这个南宋理学家 邵康杰的诗 说是事事如其 局出残 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残局模式 没几步可以下的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中共这个残局 实际上呢 他们有三盘棋 第一盘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外交棋局 尤其是中美棋局 那现在呢 已经进入残局了 美国发动的这个 中美贸易战 已经把中共啊 打败了 现在它已经没有 还手之力了 今天呢 白宫刚刚宣布 要对中国2000亿 出口到美国的商品 6000种商品 征收25%的关税 那以前说的是10% 现在突然提高到25%了 中美贸易啊 在前一段时间 已经下降了 将近四分之一 那么这一套政策 这个新的政策出台之后 我相信中美贸易啊 会减少到一大半 他们的这个经济啊 就会彻底的崩溃 本来中共的经济啊 已经非常差了 你看前几年 实体企业就已经开始 大规模的倒闭了 那最近这一段时间 股市暴跌 跌跌不凶 而且呢 人民币的汇率连续六周下跌 很快就要崩盘 现在又爆出了 全国各地的这个金融公司啊 金融平台 私募基金啊 P2P金融平台 现在啊 纷纷的就搞出了所谓的爆雷潮 也就是这些人呢 踩到地雷了 被炸死了 那这些企业的老板呢 都纷纷跑路 现在的中国经济啊 已经进入了一个啊 这个雪崩的模式 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 那这一局棋呢 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中共是输定了 没有办法挽救 那第二局棋呢 就是中共党内的内部斗争 现在呀 正在进行之中 那虽然他们党内的这 内部斗争这些破事啊 我们有很多人呢 不管 不屑于去管 但是呢 我相信呢 我希望啊 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 因为他们关系到我们呢 因为他们关系到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关系到中国 中国未来的走向 大家还是要管一管 那么这一局棋呢 他们会怎么走啊 今后这半年呢 两部重要的棋 他们要走 一个部呢 就是北戴河会议 另外一部呢 就是 十九届一中全会 北戴河会议啊 很快就要召开了 了解中共的人知道 中共会特别多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会议 不是他们所谓的 这个政协和人大这两会 也不是他们的中央代表大会 甚至是也不是 他们的政治局常委会议 而是 而是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啊 说起来 它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 它只是啊 中共中央的这些 头面人物 这些大佬 各个派系的大佬 他们有一个啊 惯例就是每年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 他们要到北戴河去避暑 当这些人都聚齐在北戴河的时候 大家就来商量一些事情 所以中共的这个内政外交啊 人事安排 理论定调 绝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面形成的 因为这个会议啊 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 所以说大家这个沟通的比较多 比较充分 而且呢 这次会议只有那些重量级的人物 那些大家族 那些非常有政治实力的这些人 他们才有资格参与 那普通的地方官僚中央委员还参与不了呢 所以说这次会议 实际上啊 他们是把中共今后的大政方针呢 都全部定下来了 所以北戴河会议啊 是中共内部斗争的 下棋的各方怎么样下 那是至关重要 那现在呢 习近平上台以后啊 这个问题变得简单化了 现在中共内部啊 就是一个是拥习派 一个是倒习派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他想破坏过去啊 这个邓小平确立的 这个元老共治各大家族 共治天下的这个传统 他要搞一人独裁 那么自然的就在党内形成了 一个拥习派 一个反习派 这两派就是下棋的双方 这两派的斗争 就决定了中共未来的走向 那么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面呢 拥习派和倒习派会出哪一些招数呢 从倒习派这边来讲 他只要有一个步骤 就可以把习近平僵死 那是什么步骤呢 那就是把中共啊 过去这几年所出现的问题 大家一探讨这个问题 自然的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那就是习近平一个人 要为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乱局败局来负责 那首先就看 现在对中共啊 打击最大的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呢 之前习近平和川普有多次的接触 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化解双方的矛盾 平息川普对中共的这个猜忌 但是习近平没有 他耍小心眼想蒙蔽川普 想结果哪里知道 川普的智商啊远在他们之上远在他们之上 不仅没有受蒙蔽 反而把他们给蒙蔽了 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宣布了中美贸易战 贸易战开始之后啊 他们还有机会能够弥补 能够谎和川普的这个情绪的 比如说他们派了这个刘鹤 这个汪洋访美 本来是还有转机的 但是习近平呢 他不断的向美国人 显示出他要以牙还牙的 要应拼到底的这种决心 所以中美贸易战的节节升级 弄到现在中共啊 骑虎难下 如果现在啊 私下的向美国认输 美国人已经不相信他们了 如果是向公开的向美国认输 那么他们在全世界面前 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颜面尽失 没有办法维持威望 他们也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统治了 所以说现在只能硬扛到底 而硬扛到底又是死路一条 你说现在的这个局面 最后要由谁负责呢 一定是要由习近平来负责 那即使是贸易战打起来了 如果中国还有实力 能够跟美国周旋一阵子 那么说不定还有转机 但是可惜的是啊 在过去几年 习近平呢 搞所谓的一带一路 把中国的大量的 这个外汇储备啊 浪费在那些啊 根本没有回报的投资上面 现在一带一路啊 大部分的项目啊半途而废 引起了很多国家的疑虑和抵制 中国本来在习近平上台之前 有四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 现在呀不足两万亿 这么迅速的这个外汇储备的递减 习近平呢 难逃其咎 要负主要的责任 那么出现这种状况 习近平呢 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 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那是不学无术 他根本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 没有政治判断力 违背了邓小平呢 过去确定的在外交方面呢 要偷光养晦的保存实力的 这样的一种外交方针 一亿孤行一亿蛮干 所以激怒了大部分的这些西方国家 引起了他们的全面的反弹 全面的抵制 全面的围堵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专制独裁 大搞一言堂 大搞个人崇拜 妄图建立他自己的个人的王朝 也是破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确立了这个集体领导制 不仅大搞个人崇拜 还要修宪 想搞终身制 完全破坏了党内的 所谓的集体领导制的原则 这一点上面没有任何人能够跟他开图 所以说只要反习阵营提出来这个问题 那么习近平他几乎是没有反驳的余地 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将这一个军 习近平就很难回答 他就会满盘皆输 大家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应当做深刻的检讨 应当主动的承担责任 承认错误 然后退位 下台 所以这一步是一个关键的一步 而操作起来也并不困难 只要有一个人充当这个过河阻止 直接提出来 就等于是将来习近平的军 这个过河阻止 到底由谁来承担呢 实际上也有人选 大家记不记得 就在过去的这两周 中共的喉舌媒体宣传部门出了大问题 其中有很多的 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 不利的言论放出来 不利的行动指令扒出来 比如说在清华网上面就出现了这个华国锋 向众元老道歉的 承认错误的这样的旧文 直接影射习近平 还有这个批判左倾冒进风的言论 也是直指习近平 还有在全国各地撤销习近平画像的这种指令发出来 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崇拜之风要进行遏制的这样的倾向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的背后 一定是有那个主管宣传的那样一个人在做这些拍板做这些决定 那么这个人现在已经成了习近平的敌人 不要有丝毫的不要有丝毫的侥幸心理 这个人已经做了过河阻止了 如果你不把习近平僵死 习近平就一定把你送到秦城监狱 好的可能是在秦城监狱里面去养老 那么差的就有可能是像张扬一样被自杀 像徐才厚一样得癌症死 所以这个人是没有退路了 现在必须得将这一军 那么习近平这一方他当然也会意识到有人可能会走这一步棋 那么他现在已经做出了防御了 第一步他是想掌控军队 所以在军队里面最近有大动作 一方面他是提升了提升了一大批的将军 中将提升上将的有三个 同时他对那些对他特别不满的那些军事部门 尤其是海军他进行了整数替换了很多的人 包括把他自认为的一个亲信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秦深祥派到海军里面去充当政委 这也是整数海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 这一方面是控制军队 另外一方面他是先发制人 在从非洲访问回来之后 马上就召开了政治局的会议 这个会议上面没有说其他的太多的东西 主要是说现在要定于一尊 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 不准妄议中央 也就是说在北戴河会议上面 你们大家都要给我闭嘴 不能够乱说乱动 否则的话我就要给你们颜色看看 但是呢这个起作用吗 不起作用 为什么因为中共军方的和这个政界的这些人 那各个都是做戏的高手 现在人在屋檐下我就低一下头 我现在暂时不跟你对着干 但是一旦出现了有人公开的向习近平挑战的这种局面 他们就会站出来 站在这个人身后来支持他 来阻止习近平对这个人进行打击 那个时候反习制阵营就一下子就从隐性的 就变成了显性的 那习近平就只能下台了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做的这一些动作都是防守性的动作 从好的方面说是防守的动作 从实质上啊实际上就是掩耳盗铃 根本不起作用的 那么真正起作用的步骤在哪里呢 真正起作用的步骤实际上是擒贼擒王 现在真正的能够对习近平形成巨大威胁的 实际上是两个人 就是江泽民和曾庆红 只要这两个人在 所有的反习的人士 他们就有靠山 只要这两个人在 你不管打掉多少反习的人 还有其他新的人出现来反习 这两个人呢 为什么会站到习近平的对立面 成为反习阵营的这个主心股呢 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是中国权势最大的人 他们操纵了中国这个政界和军界二十多年 而且呢 他们也是在中国掌控的利益集团最大的人 中国最占赚钱的行业赚钱的部门 都是在他们家族的手上 那么这两个人是习近平独裁之路上面 最大的拦路石 习近平要想搞独裁 要想当皇帝 必须得除掉这两个人 否则的话他就只是儿皇帝假皇帝 所以习近平一旦走上了这个个人独裁之路 就和这两个人站到了对面 这两个人即使什么都不做 他们都是抵习近平的敌人 那么习近平要想一劳永逸的 要想彻底的分除后患 就一定要向这两个人下手 那么这次北戴河会议上面呢 如果这两个人出现 习近平向这两个人下手 用中央警卫局的这个力量 突然向这两个人下手 进行宫廷政变 宣布他们贪腐 卖官欲绝的几大罪状 这个反习的阵营呢 也就溃不成军了 当然了这两个人都是脑谋深算的人 他们的智商啊 他们的智商他们的全谋 那比拥习阵营里面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容易被拿下 所以我估计呢 这一次北戴河会议 这两个人可能都不去 如果去的话 可能只去一个人 不会去哪里呢 就回到自己的这个地盘上面 深沟高垒严正以待 绝对不让习近平呢 来你搞突然袭击 搞宫廷政变 他们的大北营在哪里呢 最稳固的根据地 就是在两广地区 两广地区啊 对江泽民过去啊 这个施政呢 是非常满意的 是江泽民施政的最大的这个受益者 中美贸易战受到最大打击的 就是广东 广东过去 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呢 那是世界工厂 欣欣向荣 繁荣了很多年 但是呢 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就开始走下坡路 就开始走下坡路 所以对习近平非常的不满 他们呢 无论是从政界的 还是军界的 还是这个老百姓 都对习近平不满 都对啊 这个江泽民有好感 所以那个地方 是江泽民最安全的地方 也是江泽民常年驻扎的地方 现在呢 就成了反习阵营的大本营 现在很多中共这个体制内的人士 都纷纷到广东地区 去拜见江泽民 向江泽民输成 向江泽民靠拢 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了两个中央的这种局面 这次北戴河会议啊 江泽民不去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那如果是这一局棋啊 这个反习阵营没有能够及时的出手 习近平呢 也没有进行了宫廷政变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僵局 但是这个僵局不会持续太久 下一次就是中共中央全开全会的时候啊 那一定会提出来 那个全会一共是378个人参加 那也是最好的一个提出对习近平弹劾的一个机会 因为在这次全会里面任何人都可以提案 都可以发言 那么一旦提案之后啊 他就要进入讨论程序 那么这一讨论这个明摆着的事情 习近平要对中共过去这几年所遭遇到的困难 要负主要的责任 无论是按照党内的程序 军内的程序 那么习近平只有一条路 就是辞职下台 甚至是被送进秦城监狱 中央全会什么时候开呢 现在还没确定 可能9月可能10月 可能最迟也不会超过11月 那么今年一定会开一次 那么这一次我相信习近平很难逃得过去 这是中共啊 他们内斗的这一局棋 我们呢就到此为止 我们作为几之外反对阵营的人士 那我们只能够平 我们插不上手 但是呢 还有一局棋就是中共和反抗阵营 和民间反抗的这一局棋 这一局棋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下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能下得好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呀 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啊 大部分的跟大家的探讨的 就是我们民间抗争人士啊 如何下好这一局棋 今天呢 我再做一点点补充 就是无论中共内斗 他们斗到什么样的程度 哪一方赢哪一方输 我们民间抗争人士 只要定一个目标 就是要培养我们自己的动员能力 组织能力 到时候要组织全民上街 瘫痪中共的统治 最后以民变触发兵变 最后导致整个政治局面的变革 这就是颜色革命之路 这就是街头革命之路 当然了里面涉及到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细节的战略战术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全民动员的一个方法 过去我们讲过的啊 这个在互联网时代呀 全民动员都是用Email 广发Email邮件来动员 一个人一台电脑就可以发出啊 几千几万几十万的电子邮件 动员一大批人 还有这个社交媒体 用社交媒体为工具啊来动员 比如说微信群QQ群 我们在里面散布消息 他们一层一层的散出去啊 很快一个消息 如果是能够啊 引起大家转发的愿望 那么很快就会传遍全国 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中共啊 他一旦意识到 这是一个全国动员的实际到的时候 他有可能实现断网 实行了这个物理断网 让大家没有互联网可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传统的方法 那传统方法也有很多啊 今天我介绍一个 就是用气球来撒传单的一个方法 前些年呢 一批在南韩的北韩的这个难民呢 他们曾经向北韩放了很多的气球 引起北韩的这个专制政权的非常的不满 深言呢 你们如果再放气球 我们就要开始炮击南韩了 所以南韩政府啊 现在为了避免南北军事冲突 也采取了手段来阻止这些人进行放气球 那从这一个侧面呢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用气球来撒传单 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它的宣传的效果 它动员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到底是怎么撒的呢 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他们用的气球啊 不是在商店里面买的那种小气球 也不是那种啊 这个商业公司制作的那些专门搞商业宣传的大气球 他们用的是农用薄膜 农用薄膜很多 它都是双层的啊 两边都是封起来的 把两头一扎紧 那中间灌上气 那就是一个大气球了 那这是气球 那第二个方面呢 是传单 传单呢 一般呢都是制作的很小的啊 里面不要长篇大论 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时间地点啊 步骤怎么样进行什么样的行动 行动的号召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传单呢 也不要太大 巴掌大的 这个传单 传单越小 那么你装的传单的数量就越多 它散的就越开 覆盖面就越大 那么传单被气球啊 吊上天空之后 它怎么样能够散下来啊 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呢 是这个 你把传单装在一个胶带里面啊 胶带的底部啊 是开口的 但是你要用绳子把它系起来 那传单就装在里面 那么这个绳子 怎么让它在适合的时间呢 就断掉呢 就要把这个绑绳子的这个地方啊 要绑上一根蚊箱 那这个蚊箱烧到这个绳子的时候 绳子一断 气球底部啊 它也就自然就松开了 里面的传单呢 就会掉下来 这是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在这个塑胶口袋底部啊 用冰把它给封住 那么气球上了天以后 它这个温度升高的时候啊 冰就开始融化 那么冰完全融化的时候 塑胶口袋底部就松开了 传单也就掉下来了 那气球里面呢 还要灌气 有两种气可以用 第一种是氦气 第二种是氢气 氦气呢 是比较安全的啊 但是呢 它比较贵 那还有一种是氢气 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氢气非常容易着火 尤其是那种大气球 里面要灌很多氢气 所以请大家在这个 制作这种气球的时候 一定不要 不要抽烟 不要有任何啊 引起火星的东西存在 甚至是穿衣服的时候 你要穿那个纯棉的 不要穿尼龙化鲜的 让有火星冒出来的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家在网上查一查 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氢气罐 也可以买到制作氢气的原料 也可以买到啊 现成的那个装满氢气的罐子 大家预先准备好 到时候用的时候啊 至少是知道 到时候要到哪里去买 迅速的就能把这些材料 举起 大动员的方法 有很多希望大家都来研究 都来献计献策 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